华为进军DIY市场了 你敢信吗 要买显卡吗 显卡不是 第一款产品 华为昆灵200亿NVME固态硬盘 神兽又多了一个 华粉们尖叫起来 最高只有1TB容量 价格499块钱 很便宜是吗 别着急啊 QLC颗粒 参数老张打在屏幕上 大家一定要细细的看 关键参数老张给大家念一下 没有DRAM缓存 采用的是SLC的缓存 缓存容量大概是250G TCIE4.0乘4接口 官方宣称 最大读取速度7000Mbps 最大写入速度6500Mbps 感觉就是智态的600 990Pro跟这比 990Pro就是一坨 1TB版本的擦写寿命 是400TPW 怎么也跟智态的 太600一样啊 咱们还是先拆箱 一个SSD还给咱留了一个扔的机会呢 说明说扔 硬盘的背面 昆林 Extreme 200E PCIE4 这个是它的保修贴 撕掉这个就没有保修了 它的下面是没有颗粒的 哇塞 这个好评啊 很多老伙计不是愿意把这个撕了之后 做这个散热吗 像三星的那种一撕 就没有保修了 人家的这个保修贴在后面 这电路板做工真是没话说啊 正面标贴 3.3伏 2.8安 号称是非常省电 这参数看起来也没有很省电啊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4TB的 我这一块光微的4TB也是PCI4.07千兆的啊 你看人家的功耗需求是3.3伏 1安 也就是3瓦 他竟然说他自己特别省电 你这是吧 确实也要领先 这节目拍的老张都有点不敢说了 你们要理解啊 老张就是那种时而感性 时而理性的人 今天这个感性多一点啊 今儿老张接到给大家看看颗粒啊 说老张是摸摸档的 你们都可以退下了啊 双颗粒组成1TB 这颗粒是谁家的 看不太出来啊 现在行业中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江波龙的颗粒 一种是长江存储的颗粒 老伙计们自己猜一猜 这谁家的颗粒啊 猜赢了也没奖品 主控 这应该是华为自研的 华为还是有自研能力的 对于一个硬盘来说 那应该就跟玩一样 这东西也没啥可给大家写真的 是吧 咱们还是上机给大家测一测性能吧 PCIe 4.0 乘4 乘不起我啊 现在硬盘的温度29度 非常凉爽 咱们来看看最终成绩 持续读取 7111 持续写入 6320 4KQ1T1对列 读取89 写入263.9 你说它多强吧 也就那么回事吧 离遥遥领先 还有点差距 接下来是老张的 神奇红爱手机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SSD在运行过程中的 一个发热情况 我的天 最高温度 70度左右 72.8度 现在是在疯狂的 读写测试中 74.6度 还在飙升 我现在还是一个 开放式环境 所以你如果装在闷罐里头 建议上散热片 发光也给大家看了 性能也给大家测了 离遥遥领先 还有遥遥领先的距离 但是不说价格就开喷 那显然是耍流氓 但一说价格 就看来还是为了我们的梦想 再买两块吧 老张买来的价格 1TB 也就是它现在零售的最高容量 是499块钱 你说它贵吧 它比国际一线品牌要便宜 但是你说它便宜吧 同样采用 QLC颗粒的国产硬盘 1TB的 现在的价格 大概在380块钱到420块钱之间 它买499 可以随便买到的 1TB TLC颗粒的版本 国产的售价 普遍在450块钱左右 所以499买一个华为的QLC颗粒的固态硬盘 我说你不爱国吧 我都有点于心不忍 老张绝对是最爱国的那个 春节前 老张会发布重磅捡垃圾整活 纯固态非牛NAS 其中需要三块NVME的固态硬盘 老张准备再交点爱国税 再买两块 第一给大家整活 第二给大家做个长测 到底能不能用得住 什么时候会挂 老张随时汇报